我跟妳說 民眾黨呢 這個黃珊珊 她禮拜六的時候 應該是有去參加 同志大遊行嘛 那大家有看到說 黃珊珊有去啦 那民眾黨還有一些 許甫啦 發言人等等都去參加 但很奇怪是黃珊珊 她怎麼沒有參加 自己民眾黨辦的活動呢 另外還有一題 這個要請教教教會委員啦 因為四叉貓也有去參加 同志大遊行 抱著非常期待 跟興奮的心情 一起去參加這樣子的盛會 但是她說 因為像黃珊珊 他們在走的時候 其實旁邊警察 都有隊在後面 那貓貓在走的時候 也是很多警察 連去7-11 都有便衣警察在插 這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警察是要保護貓貓嗎 還是怎麼樣 不過人家貓貓是覺得 一割頭髮都跑掉了 貓貓貓要覺得自己高興 她說我現在已經是 這麼重要的份量了 我不但跟黃珊珊同級 而且我還是跟蕭美琴同級 是有這個警察 為安保護的重點對象 這個表示 她最近這段時間 已經是接閉接到成功到 大家都會注意到她 那也可以看得出來 她說她招桃花 這個警察把她的桃花都斬斷了 可是我覺得 如果是我們根據前幾次的新聞狀況來看的話 其實她那個都爛桃花 又是搶她機器的 對不對 又是搶什麼之類的 我是覺得 那種還是不要比較好啦 所以她的桃花開在應該開的地方 這種在公開場合會遇到比較多 跟她想法不一樣的人 也是有機會的時候 這種的地方 我覺得還是先保護好自己的安全 比較好一點 所以警察跟在旁邊 甚至為了要保護她 擔心說有一些意見不同的群眾 我想對 因為最近確實是有蠻多次 這個因為貓貓在代表某一邊的立場 是蠻鮮明的 因為她之前有被搶直播器台之類的狀況 對 也已經引來了其他蠻多不同的聲音 直接是以她為目標來作為一個挑釁的對象 這個也是確實已經發生過的狀況 所以我想警察是為了當天的遊行 要能夠順利進行 不要有任何姿勢的狀況 不過我其實比較蠻想說的 不是貓貓啦 我比較想說其實是民眾黨的眾委員們 眾要角們 昨天這個一個週末 各自形成的選擇 你看看如果是黃珊珊的話 她其實是去了同治遊行 然後卻沒有去晚上民眾黨的萬聖節 所以那個同治遊行我其實也有去 其實完全完全幾乎是以年輕人居多的部分 所以我們如果可以發現說 去到那裡的各個公眾人物 應該是認為自己去到那裡不會被虛的嘛 然後也不會被排斥 甚至是被討厭叫囂的 大家認同這樣的價值嘛 對 理論上才會是在敢出現在那裡 事實上我看到大家不但是挺多元挺差異挺做自己之外 其實也確實是有蠻多cosplay柯文哲 這個上手靠的啦 這個啊等等的被戲虐的狀況 阿伯的分身很多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們可以大概了解說 這整個群體是朝向某一邊的 可是黃珊珊趕去耶 黃珊珊趕去這個地方 而且你可以看到到應該沒有什麼新聞嘛 沒有衝突的新聞也沒有說黃珊珊被虛 沒有什麼樣的這個黃珊珊負面 參加完遊行又負面的新聞出來 那大家如果可以想像如果今天是黃國昌去參與呢 黃國昌去參與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呢 當然他沒有去參與我們現在不敢說啦 不過他本身沒有去 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指標了 他的選擇沒去 好 那我跟大家說黃國昌到底是去哪裡呢 因為黃國昌來我們的地方啊 來新北我們的選區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確切的掌握 他的訊息在哪裡 其實黃國昌在晚上的時候民眾黨的這個鬼怪遊行的時候 塞上面是非常悲憤沒有錯 可是他早上是去跟親子同樂耶 而且完全沒有提到柯文哲耶 就是自己用黃國昌自己的名義 在這個新北市的大學城裡面 跟所有的小朋友一起 萬聖節好棒啊 這個歡迎親子同樂啊 民眾黨會為大家帶來更多歡喜的這個活動 這種是只有選舉的人才要做的啊 中生的人啊 那奇怪黃國昌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他不是只有兩年嗎 兩年條款嗎 他不是這個後續的狀況 請問他到底有什麼樣的打算 才要做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其實 他的情緒也轉換自如 對 所以民眾黨這個在這個各個人物喔 你可以看得到有歡樂活動的只有黃國昌 有去同治遊行年輕人居多場合的只有黃珊珊 有去要這個變鬼鬼的這個這個萬聖大遊行的 這個民眾黨自辦活動的是黃國昌 是林國成是陳志翰是陳佩琪 但又沒有黃珊珊 所以這個民眾黨最後的路線到底會怎麼分歧 他會走向哪一個角度 其實這反而是全台灣現在最想猜謎 最想知道結果的狀況 嗯 與這個遊行的狀況 玉慧姐說這要補充一下 因為今年的這個同治遊行其實是第二十二屆 那已經辦了非常久了 而且呢也不是只有叫同治 他是LGBTQ 那所有的只要平權 他是就很驕傲的一個遊行 只要你支持 你都可以勇敢的站出來 但有誰不支持 警察去保護貓貓的原因是什麼 給各位看嘛 就因為你民眾黨自己嘛 民眾黨怎麼說 民眾黨說 本次活動是深入一溫層活動 一溫層的活動 所以你民眾黨就不支持LGBTQ嘛 對不對 所以才是一溫層 連你們國民黨都要去報名 民進黨也從頭走完 所以因為這個是他們去深入一溫層的活動 所以黃珊珊活動兩點開始 好像走到兩點四十吧 然後這個等一下我看一下 用劉宇的講法比較準 兩點同治遊行開始 兩點四十黃珊珊跟陳昭茲就已經離隊 兩點五十許甫跟李鼎麗也跑了 所以這是當天 所以因為他們是去逸溫層嘛 去逸溫層 所以他們其實是LGBTQ的逸溫 所以警察他去保護的是貓貓 所以貓貓你不要生氣 因為那天其實我們都是同溫層 唯一逸溫的是民眾黨 沒有錯 來我請教一下這個博偉 當然民眾黨他們有各種選擇 要去哪裡去遊行 還是要去自己辦的萬聖節 你都看得出裡面的美感 而今天應該說這個禮拜 對於柯文哲來講 這個心情一定是非常忐忑 我們來看一下柯文哲他這個積壓的部分 11月5號第一次積壓就期滿了 那目前是被排在10月31號要召開研壓庭 那他的部分是非常特別的怎麼說 因為現在是安排律師10月29號月券 過兩天喔 隔了兩天才要真正來開這個研壓庭 有律師李玉生他說 法官把月券跟開庭分開不同天 這是非常非常罕見的狀況 等於是給予被告跟辯護律師 非常充分的防禦權保障 還給你們假尊比兩天耶 這是非常禮遇的耶 柯韋 好 司法跟真正我們分開來談 第一個是司法啦 就是因為柯文哲的狀況是這樣子 我相信啦 檢調在查他的案子的時候 他一定會有這種心情 就是像在打掃房子一樣 怎麼這裡有蜘蛛那裡還有蟑螂 一掃下去 越來越髒 越來越亂 然後那個儲藏櫃也都沒有清 然後裡面還這個錯位萌生 所以他的情況就是一直查 然後發現越來越多東西 越來越多東西 本來要查你精華層 然後到後來為了要洗錢 看你真資現金 然後現在又有其他的什麼 北市科宇國市場 還一大堆哼不浪噹的東西 然後查一查又發現有一顆橘子 橘子居然裡面還有藏錢 喔 哇 所以他那個卷宗一定 我在想應該會比較繁重一點啦 但另外一方面 看比較久 對啊 可能一方面是這樣 那另外一方面 柯文哲在他們心中 因為他們的應對態度 一般來講啦 就是被告如果 在調查偵訊的過程裡面 他是坦承以對的話 其實都會給予比較 就是 你就給我合責 我也給你簡單 輕鬆啦 你如果比較貴的就像一小威的助理嗎 人家有百萬公報出去了 柯文哲的狀況是他都不講嘛 他為什麼不講我待會再解析 總之所以我的理解是 他們的律師好像也不太能夠 平常也沒有月券的機會 就是柯文哲的律師啊 因為現在在積壓偵訊的過程裡面 這個 檢調自己也會擔心 律師如果 因為綠件的那個時間點 他可以講悄悄話 雖然規定上是不行啦 但你跟我說民眾黨的 有什麼道德良知 我想也很有限啦 所以 所以有可能他們的律師 過去的時間裡面 他的月券是有受限制的 不管是有東西被遮起來 或者是他不能帶手機進去 只能用墨背的 那所以給他一個比較充分的 一方面是 可能是前面的上述的因素啦 另外一方面是讓他們 比較沒有藉口 這個是在司法上的手段 那講政治上 柯文哲其實面臨到一個 非常困難的處境 就是以前他遇到 沒辦法問的問題 他有一萬八千種回答方式 問他大巨大安是不是在喬蛋 他說台北市政府 是這樣給你竊聽的嗎 問他說我沒有去八八會館 我吃便當速度很快 你請我吃飯 應該不會想要請我吃飯 怎麼都說一些 有的沒有的 對他就是顧左右而言他嘛 你今天如果進去 提訓的時候 檢察官問你說 金花財你有沒有拿錢 不是我想是這樣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你覺得檢調會怎麼想 你是在跟他講笑的 你跟那個苗波亞有的評論 沒有我一直都覺得 我比他們會模仿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 你可不可以忍耐 他不能拿來在法院上面用啊 所以你看這很好玩 當他在政治場域表現的時候 很多人會說 好會回答 中間一年會為什麼 講得真好 喔 喔啊 被失神 可是你如果進到法院這樣子講 你只會覺得這個人是在 covari 真的就是 covari 真的就是 covari 所以他可能 我不確定他有沒有第一次第二次體訓的時候 先這樣子玩 玩一玩發現這套沒有用 而且那個還會被記錄下來 üo 那麼smac 到時候起訴出這篇寫說 柯文整個回答什麼言不及意啊 或什麼顧左右而言他 哇他這樣子超難看的 所以他後來就索性乾脆怎樣 不給你提了 我不去啊 拒絕證訊 要怎麼寫 隨便你啊 有一次才對啦 結果可是他這樣子會面臨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他都不回答嘛 他都不回答 他的能量會一直下降 因為大家以前就是喜歡聽他亂講嘛 那現在沒有亂講的那個空間了 所以他政治能量被壓縮 那另外一方面亂講的技能怎麼樣 被黃國昌拿去了嘛 就變黃國昌在外面亂講 你柯文整沒有亂講的機會啊 我想國城委員 我們要將心比心 他也是憤怒難過 柯文整在裡面如果電視可以開始想說 哇這個人在學我耶 所以在政治上他的能量 他的聲量受到壓制 在司法上又可能會對他造成 非常不利的境地啦 我從第一天我就講嘛 坦白從寬 就是我自己的人生經驗是這樣子 就是沒有人是完美無缺的 那我甚至都不認為 他的圖利精華層是要害誰 或者是要這個 我不知道就是他也不是要害人 也不是要幹嘛 他就愛錢 他就是跟大家一樣是個想要賺錢的人 只是他用的工具是政治 你用最最我最體貼他的話語來講 就是這樣子 意思是說他可能只是貪心的量 對啦 他在這個法律的上 法律逾越的境界的原因是因為 你是政治人物公權利 對你有時間去處理他 然後這樣子表示你可能會 其他地方會有疏漏 然後如果他可以 大家也都可以的話 這是公共利益的問題 所以他有罪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你就承認嘛 這有什麼好不能忍的 你是有拿了什麼是有人恐嚇取財 是殺人放火的不義之財嗎 沒有啊 這個是政治上的風險 就負政治上的責任啊 你要知道 柯文哲不管怎麼樣 你都以 我認為很高的機率都會進去了 但問題是你要留下什麼樣的價值 柯文哲你在2014年選的時候 最愛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不就是我常在思考 有沒有留下怎麼樣的未來 給下一代嗎 你要留給下一代的未來 就是說謊 拒絕偵訊 忍錢包 然後叫你的這個橘子 逃往海外 回不來 這就是你要給下一代的未來嗎 柯文哲如果在土城裡面 夜深冷靜 然後冷靜的思考一番的話 這句話不就是最諷刺的嗎 黃國昌要留給什麼樣 下一代未來 是頂著法學博士 然後但是到處亂說謊嗎 隨便這個貶低司法 然後只為了個人政治的權利跟聲量嗎 這是你們要的下一代的未來嗎 嗯 阿伯應該留一段會很痛的啦 對啦 所以我的理解很簡單啦 就是說你如果願意的話 你就坦白從寬 我也一直在講 柯文哲可以做神鬼交鋒的 李奧納多迪卡皮歐對不對 以後就出來幫檢察官 抓人家金流什麼跑 幫人家抓那個有沒有土利 說不定柯文哲對不對 說不定不喜歡蔣萬安 然後他未來他也可以去看蔣萬安 你看多好 直接在監督權的上面 再有一個超級監督權 最棒了 他當初選總統在面對面的那個節目裡面 來兵面對面的 那個裡面講說我要什麼 金管會NCC什麼 那些都是監督單位 我會盯著侯友宜不要亂來 你看給你一個超級監督權 讓你看騙全台灣的貪官污吏 以後都由柯文哲來做FBI 來看他們那個錢有沒有亂跑對不對 超級監督權最適合你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都還來得及啦 就是你這樣硬幹到底到底好了誰 是啊 現在誠實還來得及 你知道柯文哲現在對我來講 看起來像什麼嗎 我有一個朋友二十幾歲的時候被抓去關 因為那個時候做車手 然後他出事的時候他老大就跟他講說 進去五年出來多少錢 然後你進去什麼都不要講 反正就到你這裡為止 柯文哲現在看起來就是這樣子啊 對啊 橘子不知道帶了多少出去我們不知道嘛 柯文哲拿了多少金流我們不知道嘛 那他現在就是進去都是我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就這樣子就這樣子 他他就是呈現這個狀況啊 你如果清白你為什麼不講 你如果清白你為什麼不抗辯 你如果清白你為什麼不抗告 你如果清白你為什麼不把事情講清楚 看是彭震山是李文哲誰 揭了你的錢對不對 那是他們的事情啊 你甚至都可以講 欸 邱佩玲拿卸國兩個錢 我台灣民眾黨是這樣給你交換的嗎 對不對 你可以這樣子講啊 你沒有啊 你從頭到尾都顧左右而言他 那目前為什麼我們也覺得我們也知道的是橘子是你送出去的啊 其他的人 所以蔡壁如黃珊珊他們這些人都不知情啊 陳志涵都不知情啊 他們都不知道你你你做了什麼事情啊 所以我我認為柯文哲的能量政治能量還是遠遠凌駕過民眾黨任何一個人的 他是唯一一個有辦法起心動念改變整個第三勢力跟年輕選民 甚至是下一代的未來的 只是他現在在裡面什麼都不講 我覺得這是最壞最壞的模樣 阿伯如果真的是清白的啊 說真的冷錢包打開給人家看一下嘛 他們要按他操作 到底要怎麼使用 裡面到底記載了什麼樣事情 告訴大家 大家就不會這樣子一直不斷的在猜測跟意測 那我們稍微來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來看 到底現在司法最新的進度是怎麼樣的 因為我們看到是今天彭震生他是要本來是表定下午兩點就要召開他的延壓停 那不過因為早上律師說還在月券 不曉得是不是太多資料還沒看完 所以預計要延到等一下下午的五六點才會開庭 那麼印小薇的這個助理的部分呢 因為檢察官覺得他該說的他都說了 所以特別主動幫他申請了聚保停壓 五百萬高報已經出去了 這是印小薇的部分 印小薇助理 那麼印小薇跟審慶金 本來呢法院是說 他們兩個的延壓裁定結果 今天會出爐 不過該最新消息是說印小薇的部分呢 今天可能會有結果 但是審慶金的部分 因為這個積壓期還沒有屆滿 所以今天目前不會裁定 這是我們剛才所收到的最新的訊息 那現在大家最最最疑惑的就是 感冒已經被通緝了 好 那我們又看到了最新的訊息 審慶金因為病情嚴重的關係 所以律師再次的申請聚保停壓 再次的打出了健康牌 不過法院再度駁回了 因為審慶金其實這一段期間 已經至少提出三次聚保停壓 不過法院每一次都駁回 那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我們要繼續來追蹤 感冒現在到底在哪裡已經被通緝了 為什麼還不回來呢 休息之後一起來看